在近日举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,一道公然美化日本进华暴行的试题出现在历史课试卷中,引发社会强烈不满。 5月19日,香港特区刑事长官林郑月娥会见传媒时表示,希望考试及评和局审慎研究过后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, 为了保证教育的目的和制诉,必要是不会回避行使相关条例赋予刑事长官的权利。 林郑月娥对于试题所出现的问题感到遗憾和失望,她引用南非已故总统曼德拉的话, 指教育崩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,特区政府重视教育不等于只提供资源, 教育部门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贯彻教育制度。林郑月娥认为考评局应审慎考虑教育当局的意见。 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考评局去处理教育里面重要的一环叫做考试, 是可以完全不需要理会教育的宗旨、教育的目的, 以及不接受一下我们教育当局的意见,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所以到这一刻为止,我没有干预过这件事, 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为了保障香港教育的质素和目的, 和保护学生,我是不会违避, 因为这个就是负权给行政长官, 给教育当局的原因来的。 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要求考评局取消试题并严肃跟进, 林郑月娥表示,这次试题事件是专业失误, 而非政治干预教育,考生苦读多年参加考试, 她很关心学生,亦不希望节外生枝, 但应搞清楚这场风波起源何处。 但是我们要问自己, 谁是节外生枝, 谁令到这条考题是这么不适当, 和会引伸了这么多考题以外, 社会上的争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